欢迎收看 今天要分享的设计师是 田中衣光 田中衣光是20世纪日本广告 设计品牌行业最重要 最捷柱的人物之一 同时也是无影良品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设计理念对日本设计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 为今后日本在世界上的设计地位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田中衣光一生对传统文化 特别是日本的传统文化 非常的迷念和追逐 从日本的传统戏剧 歌舞表演 到日本的古建筑神社 再到日本服饰会陶瓷日本的文字 甚至是日本民间的传统习俗 茶道禅文化 无一不激发着田中衣光的设计灵感 以及他对日本设计发展的思考 田中衣光的许多作品 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将日本传统文化 融入到设计中去 让全世界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 接受日本设计 另一方面他又将现代设计概念 引入日本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田中衣光作为无影良品的创始人之一 他对无影良品的影响至今仍很深远 在过去的日本 设计的主流是以视觉强化品牌识别 并透过有限的装饰来加强品牌区隔 整个市场色彩也过于喧嚣和拥挤 田中衣光提出反品牌的想法 以最适合的形态展现产品本质 作为品牌思想 来指导无影良品的开发和设计 使无影良品成为国际上 最能够体现日本文化的品牌之一 影响不少人对日本的第一印象 设计的前后左右是田中衣光 于1995年出版的文记的书名 主要谈的是设计与人类生活 以及环境的关系 对田中而言 设计的前后左右 隐喻着日本设计的未来 过去东方和西方 他认为若将前后与左右 视作两条交叉线 自己就是站在焦点的设计师 正如小池依子对田中衣光 成就的诠释 前是他所洞察的未来 后是他继承了日本的古典与市民文化 左右则是他与同时代艺术家企业的合作 以及隐隐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田中衣光的涉猎很广 对设计的各个领域都很有建树 他不仅成就了自己在设计领域的影响 也为日本设计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他在自行开发上投注的心力 与在文字设计树上的贡献 深刻影响了汉字文化圈 以至后来创造出经典的一光明朝体 其特点是横瘦素肥脚尖 后来在森泽自行公司的协助下 最终将其素质化制作完成 具有独创性的一款明朝体 并于2004年开始发售 这款字体造型现代时尚 气质端庄典雅 非常适合于海报 标题等大字号文字使用 田中一光陈写道 设计师的工作其实是一种 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 即使在我亲手设计的商品或企业标识上 也并不会留我的名字 一切都是在幕后默默地完成 可我喜欢幕后的工作 然而田中一光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 时至今日 即使没有任何个人印记 却早已成为他最好的商标 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 陈如是说 田中一光先生 不断思索如何让日本的传统文化 存活于现代社会 透过自己的作品 追求日本精神性美的传统 一路探索新文化与未来设计的可能性 超越平面设计的分野 不断质疑丰富的生活的争议到底是什么 其作品就是解答 田中一光的相关资料 我将放在下方描述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查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 有任何想法 欢迎留言 喜欢的话 请点赞并订阅 我是杨子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并订阅